张大仙的商业价值有多个 吕德华爆出更多内幕 没有几个人能跟张大仙相比 赖神吃瓜 直接怒山贾大哥 就在昨天 这江省妇女儿童基金会发文 张大仙个人捐赠了100万善款 虽然这个消息并不值得奇怪 毕竟张大仙每年都在捐款 只是有些事情没说出来了而已 甚至之前因为捐款还没带节奏 觉得他是在圈粉丝前 但是真正的先友都知道 张大仙赚的就不是礼物钱 他自身的商业价值已经足够高了 吕德华跟狂魔哥流量是不差 但跟张大仙就不在一个档次 对此吕德华也是爆出了更多内幕 圆梦30万拿出来分 什么的你们一个个比天天的 就在那里造谣老子 我都说了我打 你说按正常的情况下吧 我打一个广告 就这个流量的情况下 他打一个广告 其实是会有挺多钱的 但是有一点是我转化率太差了 我每次只要一打广告 一接广告 全都是狗都不玩 转化率太差了 所以我的商业价值是很低的 每次我一接个什么广告吧 打两个广告 一个人下载的都没有 全都是狗都不玩 那接个广告赚点钱 一个个的都那个啥 一点都不支持 那还要在那里说 我赚了多少钱多少钱 当个那个什么电竞啊 打这些广告都没人下载 那常常都退货了 你要正常 我这个流量可能接一场 30万 30万你得接 30万 我们这个钱是要分不压的 你以为 所以说不可能有那么多钱的 这个就在那里不乱 首先他得根据你这个 赌锅的转化率 去评估你的商业价值 下次我在接什么广告 都给我下载 然后就是狂魔哥开团榜 一大哥冰淇淋 直接爆出一个猛料 赖神直接入山好友 就害怕出现意外的情况 这个瓜属实是有点离谱 我跟你们讲一下困困为什么来 因为困困也觉得我说的是对的 知道吧 而且后面我还会跟你们讲 他想睡困困 就他禽兽到连 连他兄弟老婆都想睡 冰淇淋想睡困困 这个我没跟你们说假话 一句假话没有 他想睡困困 实话 我要帮困困出一口恶气 帮我前妻出一口恶气 我的天哪 你不能理解我发对象照片 不能给我点赞 可以点 可以点 知道吧 这个不是最主要的 可以点 本来我觉得都很正常 你知道吧 本来我觉得很正常 但他刚才说到困困什么什么的 我突然联想到他这个点赞 我就感觉不太正常了 知道吧 本来我都觉得很正常吧 对吧 那我晒一下我女朋友照片 别人好友很多点赞也很正常 对不对 但是我听模式吃瓜 我吃了吃 越发感觉不对劲 我操 我刚就把他微信拉黑了 我操 越听越感觉不对劲 不过还好 还好 我是没什么损失的 无所谓 我还白嫖了他一个藏宝图 我一点损失没有 我只能说 本来是想着给我个藏宝图 我一开始也不知道他是什么实力的人 也怕万一得罪大佬啥的 他说要跟我硬要播一场户外 我说实话 我说我天天打游戏 我也播不了什么户外 我其实已经很不 我已经很委婉的暗示 我不想播了 但他硬要我播 说什么 然后我又跟他说了 我这个小地方没什么节目内容 然后他说要不我去上海找他 要不 他看我有点不情愿说 要不来我这个小地方 来找我播场户外 我说实话 我真的很不是很情愿 我不想播这些乱七八糟的内容 我只想今天打我的冰冰赛 我真的不是很想播什么户外 总的来说 张大仙不像其他主播 有事没事 就搞个剧本搞热度 这也就是很多先有愿意下载的原因 反观狂魔哥 要是真接圆梦的广主 估计转化率还不如吕德华 至于狂魔哥开团冰淇淋 目前看来 赖神没吃亏 就是没想到 有可能会被挖墙脚 属实是太离谱了 大家觉得呢